我們今天並沒有本土病例 有4例 境外移入的個案 零死亡確診 是零這個確診的一個死亡病例 那我們這4例的境外移入的個案是都是男性 那零在30歲到40多歲之間 那分別來自美國 菲律賓 英國跟印尼 那入境是在今年的8月18到10月24號 那皆持有搭機前3日內的檢驗的陰性報告 那 另外 針對大家關心的就是有關第12期的 第二階段 我們先前有說過可能會增開 BNT疫苗的第一劑預約對象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有針對 就是今天中午12點以前 已經預約登記 這個BNT的30歲以上的民眾 那 所以 預約時間 就是在今天下午4點到明天中午12點 直 那這些人可以在10月18號到10月31號去 去接受施打 不過因為有些縣市他 因為我們增加開了這些預約的對象 所以他原來的這個 到10月28號到10月31號的這個量能已滿 只要有的就開到11月3號 所以這個部分要做個說明 那另外 因為我們今天結算之後 會先暫停這個 意願登記 就是因為我們要針對 這個 要做 就是打了第一劑之後 有關這個意願的一個勾選的部分 要做一個系統的一個更改 所以必須要先在這部分先做一個 暫停這個登記的一個部分 那一直到13期規劃的期程確認之後 我們才會再開啟這個意願的登記